《运势》 在7月的时候那些星座们的运势和财运会有一定的转机 对于这些星座们来说 也许8月就是他们全力以赴收获好运的最佳时机 射手座其实一直以来射手座们身边的机会和机遇都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在下半年之后 对于射手座们来说只要抓住时机抓住机会 那么你们身边的机会就会变得多了起来 而且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和美好出现 对于你们而言只要抓住时机 那么在8月必能出人头地 获取意外惊喜 巨蟹座巨蟹座们身边的机会和机遇都是极好的 而且巨蟹座们也是最容易给自己身边的人带去好运的 可能在7月的时候你们过得并不是很开心 但是在8月的时候请放心 即便有七星逆行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也依旧是好运不断 并且会有满满的财运和横财运收获 对于你们来说就是收获的最好时机 摩羯座摩羯座们这段时间你们身边的机会和机遇 可以说是没有停止过 而且摩羯座们这段时间身边的机会也会变得多了起来 进入8月之后对于你们而言只要能抓住时机那么相信就一定会有好运相随的时候 并且你们也会因此收获美好的运势和意外的惊喜美好 水瓶座水瓶座们身边的机会和机遇都是极好的 而且水瓶座们的运势也是极旺的 对于水瓶座们来说只要能抓住时机 抓住机会那么相信你们的运势和财运就一定会有机会收获 并且你们也会因为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而不断的收获惊喜 8月也会有意外的机会等着你们 你身边有没有这些星座 快去分享给他们 记住留言鼎赞 其实也是积累好运的一种开始哦 小学生 5月1号 日本人 9月1号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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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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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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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